大家好 歡迎收看超級人 三養DRG 2.0 我們可以先看一下它的外觀的部分 我覺得那兩片真的是超重惡的 我就直說了 怎麼覺得這個版本有一點像大陸的模型 我是比較擔心它不知道耐不耐曬 曬曬會不會就是裂掉 或者是變成不透明 黃掉 脆掉 但我相信他們應該有做過測試才敢這樣用 得到的效果就很特別 因為它會出現在這裡 會有一個板件的光暈 這很像以前什麼戰鬥陀螺 然後它會有一些透明的零件 對 但至少他們做出了一點嘗試跟突破 以前摩托車身上是不會長出這種東西的 透明的 所以它也得到了那個什麼紅點設計 蠻酷的啊 這台車他們講它是全名應該是DRG BT吧 BT在三養的定義裡面是 就是比較高級別運動化 然後它有一些說明 DRG從以前第一代開始就一直在強調什麼龍的印象 有沒有 所以它現在頭長成那個樣子 大燈看起來很像 很像啊 應該是不一樣 就是從Jet 把那兩顆魚眼拔出來 然後塞在下面 然後上面原本DRG大燈的地方 就變成像燈煤一樣日行燈 甚至左右兩側是結合方向燈在裡面的 裡面看起來 很像精神感應框架 有一點啊 對啊 其實我覺得多看它幾眼 你會習慣 就還蠻炫的 現在流行這樣子 然後它還有結合很多類似空力套件的那種概念 像這個藍色其實也算是一種釘封力啊 增加車頭下壓力 然後這邊 這個藍藍的這個 也是就是直接就是有貫通 就是前面是有風可以吹過去 然後到屁股這裡 這個很大的貨幅手有沒有 很大一片 這個之後不知道要怎麼改 也沒看到螺絲孔 超帥 它這邊也是 鏤空的空氣從這邊灌進去 會從這後面射出 然後最後到屁股 他們說這個叫做什麼 龍的什麼相關之類的 反正它這個LED的屁股燈 平常每次亮尾燈的時候是這四顆 精神感應框架 那它亮起來的時候 按煞車的時候 中間會連在一起 好像一個爪子還是什麼之類的 蠻帥的好嗎 先講它動力升級的部分好了 這應該還蠻重要的 第一代的DRG 應該到後來是15點多P吧 15.4或.6 我已經忘記了 那它這也是經過了鋼頭的升級 壓縮比從11點多加到了12 這壓縮比在蘇格達來說 應該算是蠻高的啦 所以它的動力 可以到16P 16P耶 滿大的 那個Jet 158的15P足足多了 一P出來 而且在中低轉的部分 就已經開始變多了 不是只有最高轉 然後還有一個可變進氣氣管 那個超屌的 在它的空綠盒裡面 所以當初原廠媒體試乘會的時候 有拿舊的出來接大家試騎 就是當場做一些比較這樣 那我們今天是直接比我家的Jet 158啦 直直海放有點 終於可以騎車了 真的假的 騎速交車 那結果加速誰比較快 不知道 不知道啊 因為剛剛浪辰有載人 但是 它可以一直跟著 很可怕 喔這起步感覺很拉欸 它那個沒有那個離合器的間隙 我覺得 很有力對不對 嗯 它直接就有 欸你不要怎麼變成這麼看不清楚吧 哈哈哈哈 可以改嗎 大好寶貝 可以改嗎哥 它可以白白然後綠綠的嘛 然後 它整個很像塞型這樣 這輪胎不錯欸 13吋的嘛 對 全油滿了嘛 對啊 來天了 Fuck 怎麼會這樣 哈哈哈 你多一批啊 然後 多我10公斤 它怎麼會 我怎麼知道 我現在覺得騎街頭沒有那麼快樂的 欸你也是選油門嗎 我倒就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沒了嗎 有啊你快超車了啊 我也是選油門啊 真的嗎 對啊你快超車了 真的假的 難得 啊 救了 為什麼 為什麼 好 我放油門了 我是啦 可是你不覺得 一直對同CC數的引擎炸馬力好像很好玩啊 這不是MOTO GP嗎 大家999CC一直炸啊 引擎壽命堪定啊 不會啦 真的啊 真的它轉速還是只有1萬出而已啊 轉速沒有很高啦 是說這一代 你這個 壓縮比有拉高 拉到12了 我覺得它已經 就是符合世界水準 那轉速表很奇怪耶 像一個三角形 對啦 我最看不習慣就是它的轉速表 這是哪個天才想的啊 這連文族都吃不下去 你太嚴格了 沒有啊 文族喜歡美美的那個 可是像JET這樣又很工程啊 JET 我看一下 JET就圓圓的我不喜歡 預備 GO 啊 呃 呃 哈哈哈哈哈哈 出發就脫落 好啊 還差兩個車身嗎 我坐到旁邊就覺得有點遙遙 妳還不如乖乖自我好 對啊 對啊,我如果坐航空,我覺得他在懸吊感覺 好像不是那麼致死 對,真的耶,但是後面在咬我覺得 但他其實騎起來 蠻舒服的啊 蠻快的啊 還不錯啦 煞車也不錯吧 前後一起按都溫溫的 沒有前後一起按 我都按前面 是誰啊 散開衛門 我都按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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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裡 我都按摩 我都按摩 你完全沒辦法跟到 動力的部分真的不錯 而且是蠻有感的 因為我平常騎Jet 158四處顯晃 然後接到這台四乘車 轉第一個彎油門一補下去 它出來就嚇到 因為它真的有彈一下的那種感覺 在宿舍塔上真的還蠻少見的 騎的時候就會覺得這個車蠻沉穩的 我是覺得Jet有點瘋瘋的 那是車重有差 軸距也有差 這個的車重是比Jet多了10公斤的樣子 然後一樣有那個什麼 三陽的零後仰的那個引擎掉架結構 它除了動力變大之外 油耗還降低 很厲害 它本來是二級的 現在是一級的油耗 一共剩四十幾公里的樣子 我覺得三陽在這一塊真的還蠻強的 就是它有端出它的進步 給大家看 在排氣量沒有提升的情況下 油耗降低的同時 馬力竟然還可以變大 可變進氣氣管 對這個一定要講一下 它基本上就跟我們以前湊小子一樣 在低速的時候 為了讓引擎扭力翻譯比較好 氣管比較長 它躲在空濾盒裡面 其實就已經真的跟R1那種很像 它就是在空濾盒 它有個氣管的結果 透過四幅馬達可以調整它的位置 為什麼九年後他們才想到 應該是說我們國產蘇克達競爭的強度 已經強到必須用到那個東西 當然你說也許那有專利 然後現在可能專利過期了 大家都可以用這樣 有你 那得到的結果就是 它在各個轉速域 雖然說蘇克達你油門灌下去 它大概就是會直接跳到騎前轉 那你慢慢騎的時候 它的整個反應 跟你全油門轉下去 轉速拉起來的時候 的反應都是很連貫 很線性的 這點騎起來真的還蠻爽 蠻開心的 它還有一個副作用 就是你油門一咖去 你可以聽到左後方 因為空濾盒就在左後方 那個吸氣聲還真的比平常的車明顯一點 超大聲音 那再來就是其他的一些輔助配備 像Keylis 我們騎到這四人車的版本是有Keylis 雖然說我覺得它的Keylis 有一點點沒有像鑰匙那麼方便 主要是說你得按著它一下 它才會亮起來 就要等那個一兩秒鐘 你把它轉開電門 然後發動這些都看起來沒有問題 可是你一關電門的時候 它就直接熄掉了 那它熄掉的時候 就沒辦法開座電 我就又要再按著它 夾 等它亮起來 然後再轉 然後才可以開座電 我是不知道為什麼它要這樣設計 然後再來就是它的儀表板 文組的要不要講一下 你是不是對人家儀表板很有意見 我是覺得那個儀表板真的是 儀表板我們文組設計的就是 覺得那個轉速表設計有點過於fancy 然後 是fancy 就是 閱讀性不佳 有點不太知道它那個是什麼意思 它就是左半邊是時速嘛 然後右半邊想要顯示轉速 所以它做成一個三角形 然後慢慢的這樣煎起來 你看久就習慣了 不習慣 我身為離主的 我當然也是不太習慣 你如果真的要講到比較有科技元素 我就是覺得配那個配色就是不對 灰灰的咖啡咖啡的鞋 我跟你講 我如果是主管絕對不會給它過 可惜我不是 好像舊版的還比較帥是不是 多角形 可是它很小啊 現在比較大 講老實話 我是覺得它這儀錶板有點為改而改 就是如果就設計的角度來看的話 太多了一點 稍微理性一點 我是覺得有可能是我比較老派 這樣可以嗎 好可以 可以吧 這車的主要TA應該都是一些年輕人 然後再來就是 它的一些主動安全配備的部分 TCS AVS 山羊一直都有 也沒再講啊 好像也還有 怠速熄火啦 然後無刷馬達的啟動啦 這些都維持都做得好好的 再來燈系的部分 全部都是LED啊 它的那個流水式方向燈 雖然說我知道後來 第一代DRG的後期版本 也有那個流水方向燈 我本來在買JET的時候 就覺得我沒有又怎樣 不過就是LED方向燈嘛 但是今天騎車JET跟著DRG 屁股後面的時候 就有覺得真的 雖然說就只是個LED方向燈 但是它在動起來的那個樣子 你就可以感覺出來 對它們是很peaky這些細節 就整個質感 跟汽車同步喔 對DRG嘛 是不是 反正我是覺得它整體 營造起來的操控性 我個人是很滿意的啦 我覺得這車強調的 大概就是這個部分了吧 運動性 它沒有傳統書客 答那種屁股重 頭輕的問題 它的頭也很重 所以整體的配重是很平均的 進出彎道 我真的覺得安心感非常的足夠 然後要誇獎一下 它的後座腳踏設計 雖然說它的飛眩踏板 一點都不飛眩 還要自己用手去撥 正常不是應該 踢一下就出來了 對往內踹一下自己彈出來嗎 瞎不演藥的部分就是知道它的位置超好 你踩在它上面 然後做一些比較運動化的騎乘的時候 它的支撐性啦 高度啦 然後你的腳延伸上來 在椅墊的這一塊位置 的那個加持性非常的好 對 所以就是你跟車有一種很契合的感覺 它的懸吊 我覺得它這次的調教 在兼顧舒適性的同時 我覺得它在煞車進彎的那種 支撐性和穩定感 也非常的夠 但是後面很搖耶 我覺得它的後面就是 它那個叫做什麼 單槍中置的避震器 從以前DRG到後來MMB 然後到現在DRG的二代 都是這個樣子 那個引擎掉架 對我有跟你解釋過 它就是整包下面 會稍微有一點點在扭 我覺得這是雞蛋你挑骨頭 以舒克達來說 這樣的穩定度 已經水準之上了好嗎 稍微弱一點點的 這也是雞蛋挑骨頭 就是它的後臂震得住 你也許可以再更強一點 其他我是覺得 真的都還不錯 炸車很平均很好使用 除了拉桿間距太長 然後動力很線性 即便在我們試車路線 那種上坡發甲 它也還是可以推著車子往前 一路加速到80幾90 對那個16P真的是有感的啦 對 舒克達轉彎 常常會抹到的東西 它今天唯一抹到的是左邊 而且是一個很奇怪的地方叫做側柱 我覺得他們有把中柱的那兩隻腳 好像是收比較在 然後往比較後面吧 這都是他們有想過的部分 那你說磨到側柱會不會嚇到 有啊 對 我在騎的時候磨到的時候有講 因為一下下去 卡卡蠻大一聲的 就表示其實這車就是給我的那種信心感是很夠的 所以你下輕腳可以下的快 對 啊一不小心超過 就戳到側柱 所以它整體騎起來操控感上最特別的就是 它真的比較沉穩啦 會有一種錯覺好像它真的還蠻大台的 有點接近打檔車的那種穩定感 那當然副作用就是 一來把手比較寬 二來車比較長 所以它在市區的機動性和靈活性上 就是跟Jet這種12吋的 然後比較短軸車重比較輕的車 比起來會稍微 其實還蠻像我們騎黃紅牌的那種感覺 大概就是這樣了吧 那它現在有很多試乘 大家可以趕快去報名 我真的覺得這車還蠻適合自己一個人騎的 我也這麼覺得 因為它的後座就還是DRG的傳統 就小小的嘛 而且很斜啦 斜齁 你坐上去你會往前滑 如果你沒有用那個後座腳踏的話 你會直接滑到最前面 其實我不知道 你是體貼什麼嗎 好吧 那就這樣子啦 感謝大家 Yeah 這還蠻可以的 貓咪生氣了 是怎樣出來尬車 對我來說 是個龍牌的 大陸